大卫市中山区在凌晨4点多发生了一起酒驾的车货 福特轿车疑似在明泉东路违规左转 撞上了对象执行的BMW车 结果BMW车挨撞之后又波及路边一辆送爆机车 当场机车零件四散 报纸散落了一地 而送爆的机器女子摔飞30公尺远 造成了骨盆挫伤 酒驾肇事的驾驶还一度否认开车拒绝酒侧 但最后证实它的酒侧值高达0.71 超过了标准值三倍以上 带转机车被突然横扫来的轿车撞飞 整个过程不到两秒钟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画面中的BMW先是被福特轿车撞上 强大撞击力 把BMW撞向机车带转区 车尾直接扫到骑车的女送爆声 我从明圈那边抬过来 然后她从那边抬过来 她走公车道 然后就撞到我左边的车尾 然后甩出去撞到那个 停带转区的那个摩托车的阿姨 始发现场黑色的BMW轿车 车床破碎 侧面板筋整块凹陷 蓝色福特则是横在路中央 车头全毁 而30公尺外的忍行道上 报纸散落一地 机车壳破碎不堪 当时有一个优迹 凌晨4点多 台北市民权动路与中山北路口 一辆福特强快左转 布料却撞上对象执行的BMW轿车 还波及翼旁等红灯的送爆声 警方将福特驾驶带回派出所 实施酒测后 发现她的酒测值竟然高达0.71 依公共危险罪送半 但40多岁的寄行女送爆声骨盆挫伤 全身多处疼痛 送医治疗后还需留院观察 福特驾驶第一时间矢口否认驾车 还在现场大声喧嚷不愿接受酒测 直到BMW的驾驶看不下去 跳出来指认才坦诚 再看一次惊险的车祸一瞬间 导媒送爆声无辜遭波及 酒驾骇人又一桩 记者王善伟 侯宇强维珍 台北采访报道